雖然說我們說這個颱風天啊 你要停班課或是上班上課的這個判斷 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可是呢 之前不應該放的時候呢 放了然後該放的今天呢 很多基隆人就有意見了 不開心啊 說兩個小時啊 謝國良的臉書有3000折 灌進去都在罵的啦 然後就說你知道嗎 瑞芳後車站這邊淹水了 就停班停課 那基隆那麼多地方也都淹水 為什麼沒有停班課 到底是怎麼評估的呢 還是說這是市長你最後一次宣布了 最後一次宣布了 這有意涵的 因為10月13號要罷免嘛 然後各自的批評一路都灌過去 但是晃哥我請教 因為今天的狀況我們知道是 好啊 正常上班上課 我要去上班啊 我6點多起床啊 我撐著傘 然後發現出去 真的很多人要去上班的路上 遇到很多狀況 根本就沒辦法走 路不通的 公車沒來的 或者是淹水淹到小腿肚的 還有走那個地下道最恐怖啊 要游泳 要帶挖鏡 可是游泳會看不到 你會撞到牆壁 因為那時候水非常的浑濁 今天的災情是怎麼樣 其實謝國良在星期三 他綁架了北北桃 陪著他放假一天 我們就知道星期三 其實北北基桃 天氣非常的好 而且重點是基隆搶先宣布 早上還出太陽 但是變到今天不放假 謝國良的理由 一樣叫做共同生活圈 就北北基桃共同生活圈 當時大家一起宣布放假 這用意是好的 用意是好的 但是現在變成謝國良保護上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謝國良你身為基隆市長 你絕對比我瞭解基隆 請問基隆所謂的北北基桃的 其實基隆到桃園比較少 大概就是雙北 這個生活圈的概念是什麼 是雙北的人到基隆去上班 還是基隆的人到雙北上班 一定是基隆出來雙北多 雙北進基隆少 也就是說基隆 他在正常的上班上課的時間 他裡面的人員流動 只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往雙北移動 一種是在基隆市裡面移動 那請問今天的情況 適不適合做這樣子的移動 謝國良你只要想到這一點 你就會決定今天放假 雙北沒放沒關係 因為雙北影響不大 但是對基隆來講 他今天想要出基隆的人 他可能會出不來 早上可能會塞車塞到爆 在基隆市區裡面要活動的人 他可能活動會非常的困難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淹水 是淹成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這個水多高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水都全部是泥漿水 對黃的 好 再來這個新峰街 新峰街整片攤下來 山坡 對然後這裡廟口周遭 姓二路人二路這邊 等等廟口周遭很市區的 廟口附近 就是那個 內特也在東岸廣場 也在廟口附近 最多的地方 就在基隆市政府的區域旁邊 最慘的是什麼 基隆今天除了 今天大家忙著要整理家園 對不對 一定會有很多垃圾要清理 結果 蜂化如廓 垃圾廠 十幾台垃圾車 就是都在那個土石堆當中 請問謝國良 你今天做了什麼事 你有沒有趕快跟新北或台北 調度垃圾車 然後你的掩埋廠 你的馮化如 可能暫時沒辦法運作 那你的垃圾怎麼辦 你知道颱風過後 淹水過後 就是細菌滋生的時候 這個不用我教吧 這任何市長先生 應該知道 這今天基隆的狀況 你看看天外天 焚化如廚 整台本搜車這樣放下來 那請問今天基隆怎麼收垃圾 今天的垃圾車 照理說 平常一天收一次 今天搞不好收到兩次 到三次都不一定 因為今天大家加戶 清理垃圾很多 這是今天基隆的狀況 還有基隆主要的連外道路 譬如像大五輪附近 大五輪它是基隆通往南港 很很重要 一定會經過的地方 那條路 我今天早上看 有人傳照片給我看 那個積水 其實車子經過都要減速 那請問今天基隆的連外交通 你當然你可以講說 國一國三可以走 問題是 你上得了國一跟國三嗎 就你要上國一跟國三的前面 COLIN TAKA 小孩子去上學 同學上學要撩架 不是這不是撩架 所以基隆其實今天應該放假 今天是最應該放假 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你不是說我昨天八點 我宣布說今天正常上班上課 我就過了 你總是要時時刻刻去盯 然後去瞭解 而且昨天晚上還在下大雨 昨天晚上雨勢蠻大的 然後還有土石流 你我跟你講 你謝國良 你就算到今天凌晨三點 因為我看了一個晚上之後 發現不行 你凌晨三點宣布說 今天停班停課 我跟你講 大家都不會罵你 因為這個是特殊狀況 沒有錯 你昨天晚上八點 是依照氣象鼠的預報 但是氣象鼠 他只知道基隆的風力跟雨量 他不會知道基隆淹水有多嚴重 那不是氣象鼠罐 那你當市長的 難道你都不知道嗎 還是你昨天根本不在基隆 所以你根本完全不知道 其實正常來講 昨天晚上基隆市長 應該是一個晚上 沒辦法睡覺 因為你看 颱風剛過 然後昨天晚上下著大雨 昨天基隆雨真的很大 然後有土石流 新的災情 昨天的市長 應該是睡不著覺的 我是不曉得謝國良 昨天在哪裡睡覺 是在內湖豪宅 還是基隆 不知道哪裡的房子 但是你 跟睡的地點無關 因為上次他不是出示 那個監視器畫面嗎 晚上九點回家 早上九點出門 他是有一個 就是很規律 而且他還瞬間飄移回家 就是九點還在防災中心 九點零七分就到家了 瞬間飄移 因為那個監視錄影機 被人家抓出來 好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最該放假的一天 但是謝國良你不放假 所以我是拜託基隆市民 市長今天不給你們放假 那以後你們就給市長放長假 我來補充一下謝國良 他本來昨天在 就是這個他們的新聞處 在媒體群組裡面 是說市長今天沒有公開行程 因為沒有公開行程 本來今天是都沒有公開行程 後來是臨時說 他們他市長今日新增一大早 就是早上要去看災的行程 早上九點 對 結果早上九點 也沒有到一大早 九點他必須睡到 九點才出門 健康 結果他去看災的時候 就看人家土石流 就是土石流衝到家裡面 他說那我們拿沙包擋一下 你有聽過沙包擋土石流的嗎 他是嫌土石流不夠多 沙包變土石流 再扮一些土來 沙包是擋水的 他會吸水 然後土石流你用沙包 應該要撤離吧 所以剛剛電話說 你不會連這個都要我教你 我跟你講你要教他的很多 包括了每年防汛期之前 五月六月要清水溝 要除草 除草很重要 除草休術 看起來他都不是很清楚 這件事情 然後他今天去看災 這沒有拍到正面 就是大家可以上 我看這個畫面 很多新聞都有做 他在看這個土石流的時候 其實他的表情有點呆滯 就是他好像也有點被嚇到了 他可能沒看過這種景象 嚇到了 所以嚇到了之後 他就說 那我們拿沙包來擋一下 所以很多基隆市民就說 你到底是有多愛沙包 而且這個他沙包控 然後他對 他有點沙包控 而且他就說 明天要這個上班上課 昨天晚上的那個po文 整個下面都在罵他 我也覺得他也是創下了一個 相當難得的紀錄 下面所有的市民都在罵 而且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侯友宜你很壞 你昨天都不提醒謝國良 瑞芳跟基隆信義區 只隔一條街 水峰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課 侯友宜為什麼會叫瑞芳停止上班上課 因為他知道那個地方 不適合上班上課 你覺得隔一條街 就是天堂與地獄的差別嗎 侯友宜你很壞 你這應該提醒一下謝國良 沒有同事愛 小老弟 我跟你說 我們水峰這裡 你們隔壁信義區 可能你們家人最好明明才不要上班 你點他一下 那也許侯友宜有打電話 謝國良不敢接了 為什麼 因為上次一接 不小心就休假 因為他都不把話聽完 你知道嗎 如果侯友宜打電話跟他說 瑞芳附近 我們要停班停科 停班停科 還有宣布 他可能不敢接了 所以上次據說 是接了一次 就讓貝貝基隆 是侯友宜說要放 然後他才跟著放 然後後來侯友宜又不出來挺他 後來侯友宜又不出來挺他 都起來 所以大家都是玩陰的對不對 沒有 因為其他人 其他人沒有罷免的問題 所以他現在只要有功往身上攔 然後有過都是別人的 所以侯友宜都是厲害的 誰這樣你跟謝國良講說要放假 所以他只好提前宣布 壞的是侯友宜 但是只差一條街 有沒有放假真的差很多 而且今天瑞芳那邊 風雨還是非常非常大 那浩漢議員 所以我看到你今天有一起去 天外天清潔大樓旁邊那邊 我看到有一張照片 是由你跟謝國良 那是興風街是不是 那你是什麼時間點碰到他的 以及我們想要知道說 今天早上你應該得到 非常多的市民朋友的回響 應該罵爆了吧 其實今天早上我約末七點的時候 我到達現場 那我大概過了兩個半小時之後 謝國良才出現 燈燈 在燈啊燈 就說九點才上班 但是我到現場的時候 全在這一個區域裡面 只有兩個警察跟區長 三個人在現場而已 其他的市府沒有任何一個人 這不是應該馬上動起來 然後要趕快處理的事情嗎 但是所以我們也不禁的懷疑 到底現在的整體的市府 是因為基隆市災情真的太多了 沒有辦法去協助任何一個點 來做這件事情 還是說實在的 大家因為今天要上班上課 所以想說反正我都要上班上課了 我螺絲整個都鬆了 其實剛才林煌哥在講的 其實這一件事情 在昨天的這個新聞的當中 這早上昨天早上十點的時候 林煌報要講 這時候中央氣象署就已經講了 基隆市超大豪雨 恐達五百毫米以上 這是一個狀況 其實這已經預告了 就是這一整天的接下來天氣 都是同樣的情形 那大家可以知道說 昨天侯友宜在宣布 所謂的瑞芳停班停課的理由 它是什麼 來 因為瑞芳區 因為24小時累積雨量 達到超大豪雨等級 剛剛是不是我們講過 基隆也是超大豪雨等級 你們信義區有結界 就是那個雨子下在瑞芳 過不了這條結 瑞芳相連的不只是信義區 連我自己選區中正區 也是一樣都是相連的 所以而且另外一個條件什麼 農業部也發布瑞芳的土石流 潛釋的一個報告 我必須要講 這同樣的 在基隆市昨天的 所有的很多市民裡面 也都有收到農業部發的 土石流的潛釋的相關的 簡訊 對 基隆跟瑞芳是同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不講 不排除新北跟台北 基隆的昨天災情嚴不嚴重 嚴重 基隆市的大大小小的 不管是在哪一個區域裡面 都有不管是土石流 或者是淹水 大家可以看到 還有摩托車被水沖走 其實還來不及拉車 這樣的一個情形 其實基隆市的整體災情 相當的一個慘 那其實曾為一個市長 你如果只依照 氣象署的相關的預報 那這件事情來判斷放不放下 但這是你的權限沒有錯 但是其實在昨天的 凌晨1點的時候 基隆市降下一個小時 降下超過100mm的 這樣的一個降雨 其實你在現場 你就應該要了解說 100的概念 就是食雨量的話 台北也會淹水 對不對 但這樣的概念不管現在哪裡 都是一樣的一個結果 但是你在 你一個市長 你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當下就應該立即判斷 我明天 我早上爬起來 有可能基隆市會很糟糕 我要不要停班停課 除非你睡著了 或者是你根本不在現場 你根本不知道 要不然依照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管是任何的災情 回到指揮中心裡面 你都應該了解基隆市 現在不應該或者是不合 應該說不適當來做上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謝國良今天的行程 他的公開行程 他是0900到基隆的 對 可是你已經知道說 我這個樸外如垃圾車 都已經十台凋敵 在土石流當中了 那我也知道說 新風街這邊已經 就是整個那個灘下來 包括機車被壓住了 道路沒辦法過 所以公車也過不了了 所以他還是選擇先去 災防中心 你不是應該先提前去調度嗎 所以民眾現在在質疑 那9點前你在哪裡 對 請市長應該交代你的行程 你9點前到底在哪裡 九點前同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9點前 這時候有 竟然是有另外一個 淹水的很嚴重的地方 就叫利德路 我們島就住在附近而已 那時候我們要 剛出去看災的時候 整個利德路 這上面是哪一間學校 是二姓中學 就是謝國良他們家族的 二姓中學校 下面的學生 他們要上學的時候 是怎麼樣 要涉水 才可以有辦法去到學校 甚至連車 這已經淹到車的半個輪胎以上了 這是早上7點的時候的狀況 如果你在6點的時候 就已經宣布了說 我今天停班停課 其實很多學生 可以避免到這樣的一個困難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以高雄來講就好了 陳吉麥市長 今天雖然說沒有達到 所謂的停班停課的 風力的 這樣一個雨量的一個標準 但是他可以運用天然災害的 停班停課的作業辦法 來讓高雄人 有機會去考量市民安全 來重建家園 去做善後 就可以去做善後的工作 可是現況他沒有 所以我覺得身為一個市長 他本來就應該有一個市長 但是甚至是說 你要了解現有的一個環境 做一個適當的一個判斷 這才是市長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原資委員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的那一些 請教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臨時應變嗎 你可以隨機應變 半夜你都已經知道 聽到那個漏後聲 還是叫你們家 氣密窗太密了 聽不到聲音 這個都可以臨時應變了 可是我們現在看起來 他的應變的動作就是慢 也沒有 因為剛剛大家講說什麼 他是不是睡到九點鐘 然後才去看宅 也沒有 他早上搞不好也是有開會 我們現在不知道 不能說他真的在混 因為大家現在好像 對他既定印象是這樣 就覺得說他一定都在混 看覺得才出來 我覺得不是 其實就我的了解 基隆市政府 如果說是你的選區 然後他可能有遇到 什麼災害的狀況 你會不會第一時間殺過去 然後幫忙要掉渡東掉渡西 會啊 可是他沒有在現場 不代表說他沒有在掉渡東西 可是剛剛講啦 就是沒有掉渡啊 甚至他是九點才到 房財中心開記者會 他九點前他到底在做什麼 他應該要去關心 整個基隆市現在的災情的狀況 但是我沒有看到 謝國王任何的聲音 你沒有看到不代表 他什麼時候沒做嘛 對不對 這個當然他可以來解釋說 他做了什麼 因為我不相信 他什麼時候沒做 就比如說 像這兩天大家在討論 那個撤離人員的事情 像基隆市政府也有講說 其實他們三號的早上 都是非常積極 一直在撤離 那你會直接叫內政部長閉嘴嗎 你是說那個林沛祥是不是 對啊 林沛祥我先等一下 我先講說 沒有等一下 沒有等一下 因為現在比較危險的是 謝國良不是林沛祥 林沛祥是明年 不是 不是在講說林沛祥為什麼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林沛祥要在罷免的意思嗎 林沛祥很容易 是因為他們整套 那個罷免的抄過去就好了 林沛祥為什麼把事情鬧大 因為他已經在發他的面子了嘛 所以把事情鬧大 然後這個 我沒有覺得林沛祥對謝國良那麼沒信心 我是覺得他可能是想幫忙講話 但我先說謝國良的部分 就是說金融市政府其實上下是還滿認真的 包括在撤離 他第一時間可能沒有回流四方 但其實這個事情他們都有在做 然後譬如說像昨天也有很多人攻擊他們說 你是不是清淤不好 所以導致於說什麼有些方淹水 那昨天其實我也有看出來就是很多里長 因為很多清淤都是里長帶著志工啊 或者是環保隊在做 他們說沒有啊 市府跟我們都同心協力啊 重點就是有水可是退的都非常快啊 所以其實基隆這方面該做的事情 我是覺得都有在做啦 然後再來就是林沛祥我覺得就是說 他認為這段時間當然有 基隆有一直被針對 譬如說劉世芳昨天在主持那個 房財中心的時候 他一開始沒有去問比較嚴重的 像高雄啊屏東 一開始就問說基隆你到底有沒有撤離 那當然他們就認為說 我們很努力在撤離 為什麼你一直不相信我們 好像都一直質疑我們 那因為基隆沒有回報 這件事情我必須要講一下 因為還在統計 撤離這件事情 在我自己的選區裡面 八頭只挑一些淹水淹得最重要 最嚴重的一個狀況 你知道那邊有17戶到什麼時候才撤離嗎 昨天傍晚才撤離 昨天傍晚 你知道還有住戶在反應說 今天撤離了 沒關係我配合撤離 結果我家門前有大河 我連撤離都沒有辦法過去 我怎麼撤離 如果你在災害發生到這麼嚴重的狀況 你才要求民眾撤離的時候 你的撤離都不叫真的撤離 那只會害了民眾 他到底如果這個時候撤離 如果真的不小心 他被水沖走了 那誰要負擔這個責任 因為基隆市政府 所以我們才講 市政府他們就是現在 應該這些細節 應該基隆市政府可以出來回應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因為有一些譬如說被針對 譬如說第一天北北基陶放假 其實坦白說 真的不是為了救國糧 可是大家就要去跟霸梁 就扯在一起 就是說就是為了救國糧 那為什麼是基隆先跑 但他就算沒有先跑 還是會放 那個先跑只是說 不是啊 那就是你要做一個概念給他 那你總是你們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默契 說我們八點鐘同步 以前我們 我在新北市政府的時候 我們也不喜歡台北市偷跑 這個我可以理解 但是就算沒有先跑也是會放 所以這個事情跟救國糧沒有關係 隔天馬上就晚上三個半分鐘平衡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昨天就是很多人就攻擊 還有攻擊基隆說 你看這邊有淹水 還有你們同事 那個民進黨的議員 還跑去說溯溪來關鋪 就是好像覺得說 基隆越嚴重越好 越嚴重就可以來霸梁 我覺得這個其實 大家都把那個救災 他就是拍影片 然後就說我們來溯溪 然後人家就說怎麼樣 你現在是很高興是不是 那個都霸梁歸霸梁 但是我覺得不要再救災這個時候 所以當然林沛想說 我會覺得說 他就是認為好像有點被針對 有點反應比較激烈沒錯 但我覺得情有可原 水溝是一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清 因為有民眾已經提出來 說我們里長說 什麼兩年都沒清 那我看到是他們的這個 這個是環保局有講說 我們都有清淤 清淤的重量多少 長度多少 但問題是 你大條有清 你小條有清嗎 這是一個問題 那韋航老師 還有一個部分呢 是這個也是掃到紅台外 就是以批圖風暴 這個批圖風暴 從宋偉立議員 他就講說怎麼清潔隊員 辛苦 才能水退得那麼快 然後他就弄了一張照片 一發現你頭髮邊邊怎麼紅紅的 原來是批圖 然後就引爆了各種的創意批圖潮 但沒想到他就 他不是那種順水 比方說顏寬恆就說 沒關係你就叫我消撥塊 我就做消撥塊的那個沒有 他說再批圖我就要提告囉 對 就是因為這個 再批圖就要提告這件事情 大家就開始興奮起來 紛紛想被告了 就開始興奮起來 紛紛想被告了 我甚至看到連深藍的那種媒體人 也都趕快轉傳了 這一張 有本事來告我 不演的新聞台 不演的新聞台 對 那個非常藍的 好 那那個批圖的成果 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個勘災的動作 其實很多議員也都會有 就指著地上的某個地方 表示說這個壞掉了 這裡有個洞 這裡破了 很常有的圖 但是他就是叫他的助理 把他去年8月左右的圖 剪了 直接把它 而且還是很粗糙的剪法 現在一般的手機軟體 都不會這麼粗糙了 他直接剪下來 直接貼到昨天的一個水溝的圖 人家都講說 這也沒有特別強 你要嘛就是 更加有刺激性的圖 所以接下來就有這個 把他同樣的影像 用來批在衝浪 批在颱風上面 批在人民大會堂 或廁所或月球上都有 這個圖當然很多 但是有去歸有去 重點是讓大家怎麼樣 重新把基隆 拉回大家記憶力的核心中 本來謝國良 大家都說他搞不好可以閃得過 甚至謝國良私下都還在笑談說 就靠柯文哲 柯文哲機器新聞那麼多 他就能夠過了 不料這一波 他如果後續的災後處理 托你帶水 到了下週一都還沒辦法搞定的話 保證話題會延續 然而宋偉力 他本來也是哪呼不該天 我到底關他什麼事 他發了這張圖之後 大家又再記起基隆 有這號前議長人物 這個非常的積極在宣傳 基隆的觀光 那我個人認為 本來還真的會被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的新聞的重量也是很重的 但是謝國良不甘寂寞 然後自己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謝國良自己惹出來的 你要注意 從伯米案的一開始東愛廣場 到後來各種什麼莫名其妙的事情 甚至還有什麼人工草皮 用什麼沙包去壓 一直到最近的救災勘災 叫人家用沙包去擋土石流等等的 一切的爭議都是謝國良自找的 好 那接下來要怎麼收拾 真的要看謝國良的智慧 看他能不能重新回想起 之前是怎麼樣低調閃過 前面那一波新聞模仿 否則繼續鬧下去 雖然天數不多 這個罷免投票 變數仍然是非常大的 那議員我想請教 說新封街那邊有民眾說 其實他們在大概9月25號 就有提前說 這怪怪喔 這可能會有那個風險 潛在的風險存在 可是是不是市府輕忽了 所以看到今天的狀況其實蠻嚴重的 其實這件事情我們在網路上看到 民眾有反映在9月25號的時候 就看到新封街那個 就是我們山崩的地方 其實已經有小坍塌下來 其實當下他已經馬上打給1999 來做一個陳情 那希望說市府趕快把這一件事情 能夠重視 那希望把這個擋土牆面 能夠趕快修復 然而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其實你看9月25號距離現在大概多久了 大概將近兩個禮拜以上的一個時間 其實到目前為止 市府其實針對於這一面牆面 完全沒有任何的一個處置 那是不是因為就是這個小破口 導致了這個牆面 可能他的壓力沒有辦法去承擔 就整個山坡已經崩塌下來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這一件事情非常幸運 就跟4月初的那個北寧路落實一樣 剛好是因為凌晨沒有人經過的時候 如果這是早上6點多上班時間的時候 整個山崩下來 新封街是交通非常繁忙的區域 可能會造成那個死傷 就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覺得 但今天我們不希望看到這件事情發生 但是針對於非常多 基隆市大小市政的問題 其實當初民眾反映 如果市政府能夠有立即處置的作為 可能今天我們很多事情都可以預防 所以我們要講天災歸天災 但是有很多的成分 還是有人禍在裡面